我们现在有请我们南开大学的工校长来发言 范贤又是南开人 他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离家北上 首先到南开求学了 八十年代又回南开执教 所以几十年来 先生是心迹南开 传扬博学 教书育人 这都是和南开接下来不解之缘 范先生1955年 17岁入南开大学历史系 师从 郑雷等等 然后两年以后 是由郑天敬先生介绍 转到中央美院 后来无听求先生 也是无史学先生 为这个事感到惋惜 他说多了一个艺术家 少了一个史学家 现在看来自画不染 先生实际上这几十年来 我觉得从来没有离开史 这个无论是著文论史 还是用彩末绘诗 这个还在这个历史卧物馆任职 又回到这个南开设坛讲史 历史系的这个国头 所以这个先生是一个独特的史学家 那么即使作为艺术学家 他是从学史起步的一个艺术家 算先生可以出入于艺术史学 文学哲学多多的领域 而且集诗文书画于一身 我想这都是以磨通精神的基础 近年来呢 先生这个倡议 并且捐资出版的 南开史学家论 史学家论聪 涵盖了史学几代人的这个主要的著述 羊羊打官成为这个学界的这个美谈 先生的这个这个学术道路啊 恰合了中国传统 以精实捣先的 这么一个这个学者的这个发展的道路 那么他的这个文史哲的思想呢 应该是他的艺术灵感的这个源泉 他这个论史 谈译 作画 在灵动的线条和历史的文后 不认一体 史学和美学不认一体 自成这个境界 我想这个和 和他这个 这个从学史 而且始终跟着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史学和他的意识 共同发展 这个非常非常这个 是相关的 范兴兴了八十年代 回到这个南开 在借这个改革开放的东风 在那时候首开了 在文史综合学校 创办艺术学科的先后 范先生明确地提出来了 这个东方艺术系的学生 他们要培养成什么呢 要培养成具备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熟练艺术技能的学者型艺术家 那时候每逢开学 新生开学 先生都要做一次这个 这个这个慷慨激昂的这个这个讲座 勉励这个学生呢 自强奋发爱国敬业 励志成才 而且每次讲座呢 坐无虚席 课堂门外都是都是人 成为当年这个南开校园里到风景线 所以在艺术教育以后呢 我想范先生坚持了一个古典主义的情怀 追求人的意境化生存 寻求这种波澜翻转 纵横百合 万物结备于我的境界 这样一种坚持 为南开的艺术创作风格 还是打下了深深的劳力 我刚刚到学校第一年 2011年的十一 对吧 国庆节 我们一起去英国 去格拉斯科大学 在那儿这个 为这个 办讲学 办画展 这个 接受那个荣誉博士 是吧 这个是 然后呢 又是一个国庆节 我们一起在加拿大 是吧 在这儿 阿尔博塔 办展览 场面非凡 到大学里去做讲座 应该说那个时候 已经是古兮之年 不辞劳顿 让我们这些后学 也非常感动 在好几个国家 日程安排得非常紧 还要加上时差 周车劳顿 在我的意象中就是 发现在车上 并不养神 一上讲台 精神绝授 慷慨 传扬中华文明 孔子学院 是我们国家 开展中外文化教育 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09年的8月份 南开作为孔院 最早的培训基地 做孔院教师的培训 范先生就亲自做 这个孔子思想 和孔子学院的演讲 我想这个是 非常重要的选题 孔子学院 真正要传扬的 中华文明 其中非常重要 就是孔子的思想 然后又为来自 全球60多国家的 400多名的 不同辐策 不同国籍的 很多外国人的 孔院的院长 就外方的院长 做了一个 趋近自然的 这么一个演讲 也讲到了 尊重自然 弘扬中华 中华文化 那么范先生 在国际文化教育上 建树 其实超越了文化的领域 对这个外交 也做出了贡献 范先生不负 实态的证托 更是寄厚望于 我们的后人 所以我想 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 一定继续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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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